10天前发生在美国纽约州水牛城的超市枪击扫射案惊魂未定 5月24号武坚 距离休斯顿4小时的德州边境小城乌瓦尔德内的一所小学 再次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 直接造成至少21人死亡 其中包括18名儿童 死亡人数创下10年之最 气得美国副总统当众表态爆粗口 俄州州长阿伯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嫌犯可怕的不可理解的枪杀了至少18名儿童 事件另造成3名成人死亡 联邦调查人员认为死伤数字可能还会再往上升 根据法新社的消息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得知枪击案消息后 直接面对媒体表态称 我受够了 我们一直在心碎 我们必须有勇气采取行动 周二维亚24号中午 一名持枪歹徒走进了德克萨斯州乌瓦尔德市的罗布小学 开始随机射杀在校的失声 导致18名儿童以及3名成年人遇难 另外现场至少10余名受害者在枪击案中受伤 其中3人伤势严重 随后警方确认 袭击者是一名18岁的男子 名为拉姆斯 来自该州一个多维拉丁裔的社区 根据州长阿伯特的描述 袭击者汽车而逃 带着一把手枪 可能还有一把步枪进入学校 随后救援人员在学校里设置了路障 将其封锁在校园内部 乌瓦尔德综合独立学区的警察局长 皮特·阿雷东波说 到目前为止 调查的结果告诉我们 在这起令人发指的罪行中 嫌疑人确实是单独行动 据报道 当事人在进入学校前 向他的祖母开枪 但目前 警方还没有关于这两起枪击案之间联系的进一步信息 根据警方提供的确切消息 枪手已被警察在案发现场击毙 乌瓦尔德是一个约有1.6万人的城市 位于圣安东尼奥以西约84英里 距离美墨边境约80英里 乌瓦尔德纪念医院的首席运营官 亚当阿伯利纳在下午早些时候说 有两名遇害儿童在抵达医院时已经死亡 他们的年龄没有被立即公布 医院在脸书上写道 如果你不是直系亲属 我们要求你暂时不要来医院 在早些时候的更新中 医院表示 罗布小学的几名学生正在急救室接受治疗 另一家医院 圣安东尼奥的大学健康医院说 他们已经接受了两名枪击事件的受害者 一名儿童和一名成人 该医院在一份最新的报告中说 这名成人是一名66岁的妇女 孩子是一名10岁的女孩 他们目前情况危机 学校随后在盛媒上发布消息 提醒家长们 学生们正被送往五分钟车程以外的 威利德利昂公民中心进行统一安排 家长们可前往该地点见孩子 此外 所有的学区 学校活动和课后活动都被取消 发生枪击的乌瓦尔德市罗布小学 共有500多名24年级的学生就读 根据学区的效力 本周四即为奔学年的最后一天 当局表示 一名枪手在该校射杀了14名学生和一名教师 二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一般在7至10岁之间 根据学区的记录 罗布小学约90%的学生是西班牙裔 其余几乎都是白人 该校在12月的一份学区文件中 列出了入学人数为574名学生 并且有87%的学生是经济上的弱势群体 该文件中称 学校的出勤率已经在下降 许多学生的成绩低于标准 他们把这部分归因于新冠疫情和他所造成的学校关闭 据统计这是今年迄今为止 美国最致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它发生在纽约州 10人在布法罗的一家超市被枪杀 仅仅10天之后 根据倡导枪支管制的非营利组织 枪支安全证成 德克萨斯州的此次枪击事件 是自10年康涅狄格州纽敦市枪击事件以来 死亡人数最多的 2012年纽敦市桑迪胡鹤小学的枪击事件 造成了20名一年级学生和6名成人的死亡 拜登总统周二下令 所有的联邦政府大楼降下国旗 以纪念德州校园枪击案的受害者 公告中称 他采取这一行动是为了纪念 2022年5月24号一名枪手 在德克萨斯州乌尔德的罗布小学 实施的冷血暴力行为的受害者 刚结束亚洲型的美国总统拜登 周二晚上向全国发表讲话 他以颤抖的声音表示 上任时曾经希望不必再发表这样的言论 德克萨斯州的一所小学又发生了一起屠杀事件 他们是美丽且无辜的二三四年级学生 作为一个国家 我们不得不问 什么时候才能站出来反对枪支游说团体 拜登说 我已经厌倦了这种情况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别说我们不能对大屠杀有所作为 看在上帝的份上 我们必须有勇气站出来反对枪支行业 每次枪击案后 我们都会不厌其烦地摇问 美国总统打算何时开始管控枪支 这次拜登直接给出了我们保证 希望他能说到做到 最后我们向在所有枪箭中 不幸遇难的人们祈祷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广告